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阿姨利用从父辈那里学来的烹饪窍门 再加上一点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烹出的这个酥海带 让您尝过一次就忘不掉 好嘞 欢迎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 好阿姨 欢迎您 好阿姨好 好阿姨一看呢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女人 贤良树德的样子 谢谢 做菜一定很不错 今天带来什么菜呢 今天带来的是叫男乳小排 男乳小排 好嘞 阿姨 您之前要的小排给您准备好了 你看一小盆您来教我们做 好不好 行可以 正式的开始吧 这道菜呢 男乳小排让我想到那个男乳大排 跟那个一样吗 应该是一样的 那咱今天用的是小排 小排它更容易进味道 就是家里面做比较容易一些 方便 包括就是说你会炸的时候 可能说更利于它的成熟 是 好 那先来点男乳汁 今天用的小排大概这么一小碗呢 大概是多少克而已 大约两勺就行了 两勺的男乳汁这么一小碗 小排 奶乳汁呢 是一种很棒的食材 你看我们吃火锅的时候 配着它和芝麻酱或者花生酱很好吃 做菜也不用到它 对 因为 奶乳当中它主要的原材料就是豆腐 豆腐经过红旗里的发酵 所以它味道也很香 纸类的物质也很香 没错 那今天阿姨呢 这边跟我们用奶乳汁来调这个小排 一定这个味道中啊 也是有那个俘乳它本身的香味 对 而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红色会有点害怕 你大可不必害怕 因为这个红色是天然的红曲米 这种天然的色素发酵而成的 没错 提前 对 稍微一腌也行 不腌也可以 接着做也行 我觉得如果家里面没有奶乳汁 可不可以用那个腐乳块自己做一个这样子 可以用那个红的腐乳那个汁也行 如果说喜欢再加上点腐乳的话也行 搅拌在一起也可以 就你可以来点腐乳块 对对对 星星点点的 没问题 还挺有味的 对 好 这边我们给它搅拌了 已经很均匀了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鸡蛋 来鸡蛋的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要炸的话 加鸡蛋是不是有一个目的 它这样加一个鸡蛋里面的肉更松软 您加整个全蛋 都加上 都加上 好嘞 把一颗鸡蛋放进我们的 用奶乳汁腌过的小排上面 然后再继续搅拌 阿姨你知道今天咱们这要挑战了 这道菜是你自己创育出来的 还是有所学习有所借鉴 这是我学的 这是从今我姐夫做过这道菜 很好吃 你姐夫 对 很好吃 如果今天要上这个节目 我吃着好吃 所以我想就是学来以后带给大家 分享给各种的朋友好了 我想说那你姐夫当时教您做这道菜 我觉得这道菜算是一道家常小菜 应该做起来不难吧 还行不算难 挺方便的 挺方便的 是 这道菜算是你的杀手键吗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我姐夫是厨师 专业厨师 是当时我觉得她的菜一定好吃 就是说今天我们一号郝阿姨来之前 是有受过专业培训的 也挺好了 看来是专业组的一位选手 太挑战了 好嘞 这样子来回给她反复的搅动 让鸡蛋裹在我们的小排外面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 阿姨 再加上点淀粉和面粉 多少淀粉呢 这些入两勺淀粉就够了 两勺淀粉 好 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说炸东西的话 光有淀粉也行 对呀 熟淀粉 那您加面粉 你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它更容易就说粘在肉上 它起到是双重保护的作用 就是说你炸的时候 保证这个肉里面的营养 不溜出来 对 颜色好吗 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好 这个比例是什么样的比例 阿姨 面粉和淀粉 是两勺的话 那个面粉一勺就够了 二比一的比例 面粉呢 是一勺 淀粉是两勺 就可以了 来回它搅拌 这个过程啊 其实要是专业的人呢 就会把它叫 那个上浆 对 上腹的过程 对 我来说一下 就这种这么一种 非常简单的烹调方式呢 其实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 就是营养价值的收获 它可以使得肉本身的蛋白质 对吧 维生素 矿物质 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保住里面 不要流逝在过多的这个油里面 嗯 非常好 把肉里面本身的营养呢 都锁定住 对 好嘞 你看到了 现在我们把淀粉和面粉加进去 整个这个糊呢 就很粘稠了 这需要腌制一段时间吗 还是要怎样 接着炸也行 这直接炸就可以了 要是腌的话 腌多长时间最好呢 这样放一会儿 放个五六分钟 十分钟都行 哦 不用腌太久 不用 是因为它小排好入味吗 是的 所以就不用太久 是的 因为里面已经有了那个南乳汁 对 它在里面已经入过一遍了 没错 南乳汁当中它还有盐 有糖 对 还有一些增香的物质 所以没有必要再烟了 很棒的 那我们直接炸就行 可以 好 那我们这边火呢 已经给您热上了 这边锅呢 已经烧着油 哎呀 这个油温是在多少度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小排放进去呢 六十度左右就行 那就是很低很低的油温 低温 对 要用低温炸 我考好你阿姨 你怎么辨别这个油温 我是看一下吧 就是一个是用手这样试一下温度 再一个就是用筷子 因为筷子现在粘上了一些面粉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这样往里一放 大约也能看得出来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就可以了 就是起泡泡了 刚刚开始起泡泡 不是起的很猛的泡泡 这呢代表油温是比较低的 我们用比较低的油温来炸它 是 阿姨现在把小排呢放进去 这个我在想 它炸完之后 那个口感是属于外面烹烹的 然后酥酥的 里面是软软的那种口感 因为油温比较低 这样慢慢炸出来 不是那么太脆 如果想让它就是说外面酥脆的话 就是把肉拿出来 捞出来以后 那么把这个里面的油 再烧一下热一点 热一点再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一炸再拿出来 那让它就脆了 就是复炸 如果你想让它酥 让它烹 复炸第二遍就最好了 实际上也大可不必 说句实话 怎么讲 其实刚才阿姨这么一个操作 低温也靠操作 本身你就很不错了 你再复炸又增加了更多的油脂 所以没有那么大大的必要 不要为了单纯的追求口感 而丧失更多的营养价值 我觉得有点划不来 我们今天就完全可以这么做就行了 你看我们锅中现在很热闹 在炸它的时候 这个肉的颜色 依然保持红亮的颜色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炸的时候会越炸越灰白 但因为有奶乳汁 所以说今天这道菜 光颜色上一定是很漂亮 可是有的时候 阿姨你知道 我们越是炸东西的时候 越是不知道怎么辨别 它什么时候熟 什么时候想要咱们要的那种效果 咱们要炸到什么样的感觉 像这样这么大的块的肉 就是说大约10分钟就熟了 如果是你不看时间的话 那么就是看看它的颜色 这个就是它基本上飘起来了 也就熟了 好 基本飘起来 然后呢 等它的颜色微微的发亮一点 就OK了 10分钟油炸的过程 挺短暂的 一会儿就过去了 10分钟呢已经到了 现在所有的小牌呢 需要捞出来 您看到 这个小牌全都浮起来了 这个是不是代表这就OK了 好了 谢谢 你看 别说这炸出来的颜色 真是 对 颜色变了吧 对 就是奶乳汁的一个效果 很好 其实以前我们在节目中啊 给大家请了一位嘉宾 他教我们做那个 俘乳鸡翅 对 我也记得 当时我还在评价 它这个鸡翅后 颜色变得特别漂亮 也挺好吃的 对 而且蛮健康的 所以说 我觉得奶乳汁真是好东西 对 好嘞 你看到了 现在炸好的所有的小牌呢 一块块的外面裹着 一层淀粉和面粉 放在一边 阿姨你还有操作吗 我下面再把它炒一下 哦 还要再炒 这个就跟我们吃的虾酱大牌 奶乳大牌不一样了 一般我们吃那个呢 就直接来啃它就可以 对 到此为止了 今天和阿姨 还有点绝招的 是 好 阿姨现在开始给我们起锅 开始炒一炒它 好 锅中来点油 今天用的油呢 是青岛胡锡花的 古发小炸花生油 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因为是用古代压榨油 都工业做出来的 非常适合家庭婆娘 希望你也能试一试 用了大量的葱阿姨今天 这个葱一个是有它的葱香 这个就是搭配起来 颜色很好看 既考虑颜色 用考虑葱香 我们还会再考虑点营养 就是它可以解除 排骨当中的过多的油脂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这个葱香算 只是做个料头 但是你用大量的之后 你会发现它不光是有料头的味道 更多的是一种配菜本身的香味 对于我们的主料 有那么一点点好的作用 好 把我们的红椒也放进去 彩椒是个好东西 我真感觉 彩椒你看颜色漂亮 红色的嘛 还有为数C含量高 另外呢 北枝胡萝卜色含量也非常高 很好的 加点我们刚才已经炸过的小排放进去 如果家里面传出来这样呲呲啦啦的声音呢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准备开饭了 是 现在还是挺有食欲的 这么一炒 挺香的 这个时候可以加椒盐了 这是一个法宝 椒盐 对 椒盐就是我们买现成的其实就行 是 好 那阿姨给我放点 加上椒盐味道更好 好 来点椒盐 椒盐这个量就是怎么决定的 差不多就行了 就是根据个人口味 好 这个时候炒的什么样子呢阿姨 这样一炒就行了 这就行了 这就好了 其实很简单的 炸完之后就OK了 然后来回煸炒 阿姨您分析这个过程主要是为了什么 这个再炒的过程 这样椒盐一加上以后 就是它那个椒盐的味道 又进去了 很好吃 这样既有它的那个就是乳香的味道 还有它那个就是说椒盐 这个有点麻辣 那么这个尖椒如果说用那个稍微辣一点的话更好 用干辣椒也行 最好还是用这种尖椒 这道菜有一点点那个四川这种干扁菜的感觉 红红的小排骨 好 坐上桌味道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还是很香的 哪种香的味呢 特别足 很足 对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个虽然说炸过 但是它那个肉呢不柴也不干 还是嫩嫩的肉 对 里面很嫩 外面比较有一点略微焦 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嫩 是不是取决于这个炸的过程 一个是油温 再还有打上个鸡蛋也有关系 对 鸡蛋会让它变嫩 还是像郑老师说的 有一层保护膜 所以说它里面的水分排不出来 对 所以这个肉质很咸 今天既然是PK四方菜 有两位嘉宾一起做个节目 今天的一号选手是郝阿姨 二号选手呢 也会给大家带来新的菜品 那么既然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以及期待的目光 欢迎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吧 第二位嘉宾已经上场了 是高阿姨 欢迎我们的高阿姨 高阿姨好 大别称 钟老师好 高阿姨刚上场有点紧张 不过您带来这道菜还真是 您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吃到大的 对 是不是 对 酥海带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海带 是属于是干海带发的 发的 为什么不用鲜海带 鲜海带它嫩 太嫩了 这样醋以后吧 它就容易碎 哦 容易碎 对 咱做这个是酥海带 想要它那种挺实一点 对 先来讲的能够耐煮耐泡的 好 先把它泡 泡泡的话怎么泡呢 泡泡它半个小时以后 就是用清水泡 清水 可以是蒸 是锅蒸 也可以是圆水煮 它均烂 对 热水焯得一样 如果我们泡住半个小时 如果煮的话煮多长时间 也得煮半个小时 然后摸一摸 看看烂不烂 就像在这样子了 摸到它就断开了 对 这就好了 那咱现在正式开始做 第一步先冒起排骨 把这个排骨呢 先用这个水给它烫一烫 烫一烫 冒起冒起 去去写水 对 其实要说起这个酥海带这道菜 它有点是传统卤菜的一个味道 对 咸咸口味的 郑老师以前吃没吃过 我吃过 尤其是海带跟排骨这么炖 对 我非常赞成排骨跟海带 怎么讲 因为排骨它是比较油脂很高的 对吧 油脂高 我们吃了也许量很多 因为我们很少吃一块两块 一般吃个五六块七八块都有 就是 是量很高 脂肪含量瘦太高了 那我们想方法用另外一种蔬菜 把这种脂肪给它排出去 不是更好了吗 没错 那我们又会想到海带 所以这种量的搭配是非常好的 又健康又美味的 没错 而且海带本身很鲜的 再配上一点排骨的猪肉香 骨棒 第二步 先捆海带 然后把海带给捆起来 捆起来是个湿 背线一扎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捆它呢 捆它粗海带嘛 得捆起来 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得捆起来 它好熟是吧 好熟 它不必那么三架子 对 要不然你一呼的都呼过来 的确 而且我发现你用的一个线 就是家里面做这件活的一个线 白线 就可以了 把它一蒸消消毒 和海带一盘 捉住它消消毒 这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其实海带是我们老百姓餐厨中 常有的一种算是蔬菜 没错 郑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海带有没有什么自身的样特别 你刚才说的是一种蔬菜 事实上它又有别一般的蔬菜 因为我们研究表明了海带当中 你看那个年级鸡的那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海带的赫藻胶 这个东西是一个好东西 它里面可溶性的山纤纤维含量非常高 有助于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还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可溶性的山纤维之外 还有海带当中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点 对点 是吧我们现在对点都认识到一定的高度了 那么点呢有助于我们预防甲状腺肿 另外呢还可以起到抗辐射的作用 就是说如果现在很多办公族啊 是需要皮子多吃的海带 没错 接受这个这个这个电脑的辐射 电器的辐射手机的辐射 我们适当的吃一些个海带 非常有助于抗辐射的作用 而且充分的点呢 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 没错 我觉得这道菜肯定是高阿姨做了一辈子的一道菜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们的 小的时候就吃吗 从小就吃 父母教给他 家人都喜欢 早来的 我每年到过年就是吃猪头 猪头 把猪出去煮 掉下那老汤 煮海带 明年一次 太好了 之所以搭配这个肉腥味主要是给海带增香 对对增香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海带很适合 跟那个肉类东西在一块搭配 没错 特别特别的浓郁 正像我所说的 一个是浓郁味道好 还有一些鲜味 你看肉制品它没有太像海货一样 它那么鲜 增加了海带就跟我们增加鲜味 更重要一方面就是可以酱汁 的确好吃 而且还酱汁 阿姨这边已经把酥头海带捆好了 这开始焯排骨了 好 好 锅中来一点油 今天的油是青岛胡姬花 菇发小炸花生油 它是从古代鸭带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非常适合家庭烹饪 希望你在家里也能试一试 好 这个油的料要很多吗 高阿姨 不要 不要很多 要是一斤干海带发五里接 是二三两 二三两就不用太多的油 不要太多油 就是本身我们 要是加上的五花油 五花肉最好 就来点荤油 最好 咱们可能更香 更香 老人也吃 对对对 老人还要适量 老人一定要吃五花油 还没用 好 这时候锅中给它爆香 来点葱花 把它抢出味了 嗯 好 好嘞 葱花和我们的蒜片放进去 料头 对对 爆就爆上 对 对 爆出香味了 好 然后您要来点点酱油呢 要一点点酱油 酱油不能加多了 出锅之前得加多 出锅之前得加多 因为它这个 你炒它永远 容易崩锅的 对 崩锅 好 那您这时候爆香啊 就用了这么一小汤 吃的酱油 对对对 然后就把我们刚才呢 炖好的 也反复用水冲过的排骨放进去 排骨炒一炒 嗯 叫它均嵌滋味 这是一道炖菜 是不是酥海带 算是 对 对对对菜 因为这个之前要红烧一下 对 烧一下之后再炖 给它增加味 其实说我们这边这个酱油 还真是用的很小 如果酱油很多的话呢 刚把排骨放进去 颜色就全都上去了 对 因为它的酱油吧 一炒吧 它就营养破坏了 嗯 嗯 从出锅之前再加上这 好 炒下之后就把这个海带要这么直接放进去吗 哎 不 不是 再换锅 好 刚才呢把它炒完之后呢 直接放在一个盛好水的一个圆的砂锅中 对 大锅最好了 要是在浓水中 对大锅最好 因为它多吧 对 可是我想说这个反正啊 咱是要久炖的 咱直接在锅中加汤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单独准备出一锅清水清汤 然后再把它倒进去呢 对 它应该是老汤 应该是老汤 就算老汤里是最好的 对好的 对对 那我们直接在锅中加老汤也行 也行 也行 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啊 包括我们的料头炒香啊 然后直接放进这个汤里面 对好吧 这个水要满过来 没过去 没过来 那我们这个水还得更不够 那还要给你加点水 这个水 哎 直接我们倒了一点 给它彻底能没过海带 你看我们现在水能没过海带 然后现在调味了 加上点料酒 一点点料酒 不是特别多的 加上点醋 醋 用普通的香醋就行 对 普通香醋 一般的醋都行 嗯 你用这个也不是很多 不用很多 因为它海带少 嗯 海带少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来放进 对对对 料酒和醋 加上点糖 糖 还有来一点 烧加点糖 这道菜看来这个味道还是挺复合的 对 糖 又是酸又是甜的 对 好 来点糖 加上点味精烧酱 一点点烧血 一点点就行了 出锅再加 好啊 这是盐 加上点盐 盐来一点 好盐这个要多少量呢 这个要两勺的吧 两大勺 两大勺吧 就是说你这个一锅的汤啊 这时候放盐呢 慢慢的把滋味呢 渗透到所有的食材里面去 对对对对 这还一点八角 这是放八角了 我原意加八角 因为骨排骨的味儿 它特别香 好啊 买一点八角 为什么我们之前啊炒这个排骨的时候不把那个八角啊 包括料酒 那先喷一喷那个味道呢 不用 如果那样的话味道不是更足 不用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最好了 好 这种菜啊 其实更像是卤一个酱货之类的 是吧 对 好 把它盖成盖子 这时候我们的火力怎么控制呢 阿姨 开锅以后 慢火 一个小时 煮一个海带需要一个小时 对 一个小时 有的 报告过年每次要准备那么多提前 这里头可以割藕也行 大白菜都行 我现在割藕 我爱藕很好 就是说你想用什么食材呢 都可以放进去 对对对 就来一个大杂柜的感觉 对 好嘞 这道菜呢 做完之后还有过年气婚的 阿姨呢 是想的是过年到现在 一直年年都要准备的 年年做 年年做 所以说第二天前面的你呢 这时候可能说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你想再找找当年的年味 可以在家里面试试酥海带 那锅中呢 烧着大火烧开 小火慢炖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让我们尝试这个酥海带什么滋味 今天呢 因为是录节目 所以说阿姨呢 特意有备而来的 之前在家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份 来一餐来挑战 等一个小时 它先酒 所以说你看到了 这边呢 阿姨已经将家里面带好的海带呢 正在改着刀 一会儿就能尝到了 好 好嘞 你看 酥完之后啊 给它凉透了 这个菜是不是就凉透了吃的 凉透吃 喝酒 喝酒的 好 这边转一个盘子 比如说啊 这酥海带看上去 还真是够纯朴的一种菜 其实啊 在山东地区呢 很多人家留心一句话 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啊 有钱也得酥这么一锅 没钱也得酥 可能说酥的不一样 比如说有钱人家酥的都是一些上等的 酥提啊 或者提鸡那之类一些比较好的食材 还有是鱼 鱼的 各种鱼 对 那可能说煎鱼条件一般的 对方是山鱼 咸的鱼 咸的鱼 行 对对对 那煎鱼条件一般的鱼 对那个味道格外的香 嗯 也可以 来喽 尝尝阿姨今天酥的怎么样 嗯 这个海带好吃 看棒的海带味道 小滑新� 对 特别是软和 是入口去化的感觉哈 我觉得这个海带如果热着吃还真是不行 嗯 这个凉着吃呢 它能够挺住 热着吃啊 它太粉了 老年呢 它热着吃 老年喜欢热着吃的 老年喜欢热着吃的 老年呢 可以热着吃 年轻人呢 如果肠胃很好的 可以直接把它凉透了之后 然后储存起来 想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总之今天啊 PK四方菜呢 让我们很有口福 第二道菜 让我们这个味蕾呢 似乎回到二三十年前前呢 那个感觉 很香的 那既然是比赛 究竟是我们二号的高阿姨会获胜 还是我们一号的好阿姨会获胜呢 一会儿给我们的高阿姨请 给我们的一号阿姨好阿姨请上来 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分享 好 好嘞 又到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了 这个时间呢 是我们决定今天哪位阿姨会获胜的一个时间 现在看到咯 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一点纪念品 我先偷我的票吧 我把票呢 投给我们的二号高阿姨 因为我觉得高阿姨这道菜啊 真的是很健康很原始 而且这个味道呢 也让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年轻的这个烹饪界的从事人员提个醒 不要用那些天炸剂 不要用那些什么内容 反正各种一些食材来做 那种天炸剂来做菜 有时这种原始的东西 才是我们互换的好味道 对 所以说从健康的 从一个提倡的角度 我把票投给我们的二号 当然一号也还不错了 那我来说一下 二号呢 相比一号呢 无论从口感方面 从这个营养方面 另外一方面 从我们能够回忆出那种情感方面 我觉得更胜一筹 那么我把票投给二号阿姨 好 那既然说两票都投给二号阿姨 那很明显 今天呢我们的一号阿姨就失败了 我们的二号阿姨呢 成功 我们的奖品呢 送给二号阿姨 希望你用好油 烹出更多的好菜 送给您的是 新老无计划的姑发小刀发生油 当然呢 为了感谢二号阿姨呢 这个辛苦的忙碌呢 我们也把两桶油也送给 一号阿姨 谢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您看到了 今天这个舞台呢 虽说是一个比赛 我更多的是希望呢 能够把你的厨艺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来 这个厨房呢 在呼唤着你 如果说你自己做菜比较不错的话 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节目 我们这边期待着更多新的朋友 加入我们 总之今天感谢一号的好阿姨 感谢二号的高阿姨做个节目 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也谢谢郑老师的光临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守候 感谢盛司的橱柜 感谢日本卡的宝陶锅 感谢秀着庄园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商青岛湖姬花的 孤发小炸花生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大紫维 我们下周KK四旁菜 不见 不散咯 拜拜 拜拜